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次向我们求助的是雷师傅和他的三弟雷欣红 他们说老母亲今年已经80多岁了 前段时间经医院诊断是脑梗死 现在瘫痪在床 生活不能自理 而大哥却拒绝履行自己的善想义务 他这个梗儿现在在那呢 梗儿就是在那个房子上呢 知道不 其他全部都是上面漂的东西 裴衬 梗儿就在那儿呢 那个梗儿永远戒不了 他现在 现在就想把那个房子要给他秦斩了 他秦斩了 他现在来出房子 那就没打算要房子 那就不要房子 他现在就是说我一进房子就把房子 就把房子 在房上 我要灌他 这犯过的事 我灌人家 人家想我要房 大哥雷欣江说 他在1999年花了7000多块钱 在单位给母亲申请了一套40多平米的养老房 自己本想去照顾老母亲 可二弟和母亲认为 他是想去霸占房产 还说不让他管老母亲 大哥雷欣江认为 既然之前说过不让他管 那现在母亲病了 他就不负责照顾老母亲 只掏医药费 这个抗护照不是一千两千的事情 你现在都说的是三亿三生意 拿票来不 那以前有没有票的办法 那有些 我就说的啊 在家里生活这三样的时候 有的时候没有票的 或者这么的 那这个 孩子都要一个人承担 那你现在撩到这不是个事 撩到这 俺俩 俺俩 那如果真的是有俺俩 俺子不自忘你的 对不对 你和说那个话 三亿三生意 你说 一说我说现在 对不对 到工程处 你跟老母亲断结关系 咱咱们有他 也可以 行嘛 手续搬到嘛 可是现在有他 这是老天形成的事实 雷师傅告诉我们 现在大哥拒绝和他们沟通 调解员王顺虎 试着做起了大哥雷欣江的工作 之后 调解员王顺虎和大哥雷欣江一起来到雷师傅的家里 而这是老母亲瘫痪在床后 雷欣江第一次看到母亲 说起母亲的赡养问题 三个兄弟都表了态 家里所有 从我搬出去 家里那天我全部放弃 但是老太太的一共我来进 家里的房产啥的我不成与 现在要说的是这个房子问题 既然他不要了 我现在不要贪 房子 那个意思说起来的话 那就是我当下要那个房子 所以咱说就是把这房子就是老人家老房 老人卖房就是为老人卖的 但是又一条 老人把这房子卖上 别人想得 不可能 那刚刚说的 房子也不要 雷欣江 咱不要这样说 那就是老粉 老师 现在既然都大方三亿展生一样 我房子不关杀养孩子 对 你说 那个意思是一个意思 那也不要 你不是谁要不要 三个兄弟都表示自己都不要房子 房子是母亲的养老房 等老母亲百年后 他们可以均分 大哥雷欣江认为 之前老母亲生病都是自己照顾的 现在要么把老母亲放在老二家 要么就大家轮流照顾 三弟雷欣鸿说 自己现在和岳父一起生活 条件有限 没有办法把老母亲接到老母亲的身体 家里照顾 可大哥雷欣江认为 这只是他的借口 过去是 那人大头 老二人撞头 你随着一份不认 你问他住过多次医院 他去医院看了吗 你问他讨钱了吗 你问他讨钱了吗 在大哥雷欣江眼里 三弟十分不孝顺 之前老母亲和三弟一起生活 老母亲住院 三弟从来没有来照顾过 连钱也不逃 所以这一次 不能让三弟再逃脱照顾母亲的责任 房产这个事 好歹是达成一致了 可是现在又因为谁来照顾母亲这件事吵起来了 要我说 这没什么可吵的 人家的孩子就好一点的 都是争着去照顾 搁这兄弟仨 这还互相推诿起来 这老大就说了 当初我照顾的多 你们当初没照顾 现在就应该由你们来照顾 我给你这么说吧 说个根本的 就是这是哥三个 压根心里就没有他妈 对不对 你看你妈都这么大年纪了 而且说句难听的 老人都已经都病成这样 都不能动 话都说不了了 真是 寿命也都是可能可现的了 对不对 都数着日子过呢 对不对 你们还为了什么 搬到这儿了 搬到那儿了 然后为这个事情 为这个照顾老人的事情 还在那不停的在那吵闹啊 纠结啊 干啥的 你都不想想老人这么大年纪了 你把这个老人 哎 搬过去 搬过来 对不对 你说弄的天气好还可以 你再弄个大冬天呢 再下个雨 再刮个风 你说这老人怎么搬过来搬过去的 全遭了罪了 对对对 对这不可能的事情吧 这都是在替自己想 都不用去老人设身出地的去老人想一想去 所以我说他们心仰里 压根就没有他妈 嗯 抚养跟善 抚养孩子和善养老人这个事情呢 他这个人情永远大于法理 这个东西不可能说像做其他的合同纠纷一样 我们平均分配啊 三一三甚十 在这种案例里面 情是大于理的 对 还是应当说大家有能力的条件下 多尽一些这个义务 那没能力的人近期可能在其他的方面做一些弥补 有一句话我特别想说 父母再上知来路 父母去只剩归途 不论当年兄弟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 到现在母亲生命迷落到最后阶段了 我想大家还是应当放下隔阂 去陪母亲走完生命中最后这段路 比什么都重要 就像律师说的 赡养问题没法平均 不是说给你三成 我拿五成 这个没有办法 就母亲的感受其实是最重要的 就如果这兄弟几个能够和睦相处的话 按道理应该是谁比较闲 谁多照顾一些 对 谁比较忙 可能就在其他方面多付出一些 对 平衡一下 兄弟齐心齐力断筋 这老母亲在有限的生命当中 才能感受到爱和关怀 才能真的是带着笑容 走完他的最后的这段路程 但是这兄弟几个却今天闹成这样 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给他们分 这把谁拉出来 谁也不会给他出一个主意 这兄弟三个最后会怎么选择呢 我们继续往下看 对于究竟谁来照顾老母亲 兄弟三个都打着自己的算盘 三个人三个人要轮着灌就轮着灌 要不就是谁一个人灌上他们给他炒钱 就是这样 你不能说 谁没有自己的特殊情况 要么哥一哈打到这身上 要么一人四个月 四个月那里 你能不能知道我这情况不行 腿不转吗 腿不转吗 等我这儿明显腿不转了 哥到这儿吧 乃哥这身体 都给你说 所以这个事情 他反正避到这儿了 那是轮廊的人咋咋 我都不管去 我能在这儿 我能把乃哥 看到大哥和三弟的态度 雷师傅决定 以后老母亲由自己照顾 雷师傅说自己照顾老母亲是应该的 可根据医生的意见 需要定时给老母亲吃药 理疗 这个也需要费用 就宽敞一点 你那怕讨钱多少 我现在不说你我话 你来看一看就行了 那给你只有这点条件 对不对 一个月再一个 就是为点月钱 你只要讨沟子行 三个都不叫你管 那些就是 在老二和这 山上就把生活 所以老二生活 你俩一个人拿 点老二 拿一钱 就是我话 对对对 这是制的是一个月 真的一个月 一个月 一个月一抢 医疗费 这个医疗费制的是 除包小锅以外 剩余部分 弟兄几个 还是卷塔 平均成长 平均成长 对于这个方案 大哥表示同意 而整个调解过程 一直是在雷师傅 老母亲的病床前进行 听到这个最后的结果 老人流出了眼泪 老人流出了眼泪 一样烙烙 三样 天一只 嗯 那天也给我们的植物 对 谁也剁不过 之后 调解员王顺虎 带着雷师傅他们兄弟 来到当地的星火社区 签订了调解协议 由雷师傅负责照顾老母亲 老母亲的医疗费大加平分 大哥和三弟每个月 给一千块钱的护理费 本以为调解到此结束 可没想到 几天后 大哥雷新疆给我们打来电话说 他带着媳妇去看望老母亲的时候 被老二给打了 大哥雷新疆说 就在前几天 他按照调解协议 去给老二送老母亲护理费的钱 没想到 刚进门就被老二赶了出来 你刚说啥 还要大条子 那是那看着 咱就走到这一步了 对不对 那你大个条子是正常的 这么多人的 还要大啥条子 那你大个条子 才送的以后 胡说 就这句话 谁胡说 你把你把钱拿滚 大哥雷新疆告诉调解员 他把钱交给老二之后 要求对方写一个收据 就为这个 老二把他给打了 他在那是谁嘛 你现在一起 你要高通 就是现在问他 他必须知道 这个人是谁 那现在难过来 那你就 那就把钱给你 咱们就立行公司了 老二雷师父说 他之所以动手 不是因为打条子的事 而是因为大哥眼里 完全没有母亲 你一见门就是 老母亲看都不看 我还给他留有时间 你把老母亲看一下 你两个人 把他看一看 你三个人来过来 就是等着 那给你打条子 跟着 他没去看 他没不得看 他没不得看的 他就拿钱 老娘那些 就搞好眼里 咱们恶事不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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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气 到处人家说 扣食 咱们光给钱 老娘都不惯 咱看都不看 你怎么这么咱们 咱们去看 咱们咱们去看 咱们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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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雷新江表示 老二已经不是第一次 动手打他 而且这一次 还在他们家里的 微信群里公开威胁他 那媳妇把手机打开 发现这个 群里面 狼性勾飞的雷新江 如果在2018年 1月1号之前 送不来的钱 那见一次打一次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母亲的善良问题还没解决 这兄弟给老二老大 就在母亲的病床前 就打起来了 就是不再说气 而且就是特别的气愤 你想老人就在这儿呢 就为这么一个 就为这么一个牵手条的事 俩人就能打起来了 你把老妈置在何地 对不对 你就没有想到老妈是什么感受 你来了以后 不说先去看看母亲去 问长问短一下 对不对 你进门以后 先为这些琐事 在那儿就吵起来了 你说你是来看母亲来了吗 还是在这儿置气来了 这个事情就是说 刨掉这感情因素吧 在旅行协议的过程中 哪怕是旅行这样一个 我们兄弟之间的商量协议 那么他要求这个老二 给他出具这个相应的收据 这点上我倒认为是合亲合理的 可以来要求 但是这个时间点 就像刚乐乐姐说的 把母亲先看完 我们走的时候 把这个问题再做一个这样的交接 也是没有问题的 对咱们不是有句老话吗 亲兄弟还要明算账呢 对对 而且他们牵扯到兄弟三个人 对 就是你给哥哥给了钱了 你让你打个收据 我觉得这也是天经地 对我再补充一句 这个他们在旅行这个协议的过程中 老二还因为这些锁事情 还动手打了老大 我想这个也是非常不合适的 旅行的协议 也应当是一个双方心平气和 去做的这么过程 自愿的 对如果说你认为这个协议 有不合适的地方 我们可以再谈再修改 但是你已经签订了 或者说已经达成这个协议了 你却采用在微信里面威胁 甚至动手的方式 也是非常不恰当 真的是寒心如苦一辈子 老了躺在病床上 看到这一幕 搁谁谁都会寒心 可惜的是 母亲现在这个话 没法说出口 这个痛苦 还得在心里憋着 所以我们必须得把 这兄弟几个的问题 给他解决掉 但是要解决他们之间的问题 把他们之间的这个夙愿 得先给他排除了 所以调解 还得从这儿入手 你说你所谓闹 还要叫弟兄们都扶你 咋能扶你呢 嘛 你说的啥人事 你叫弟兄们扶你呢 啊 叫弟兄没有任意这个闹咋呢 你凡是像黄像哥人呢 给你弟弟妹妹一块成长出来 都这么四五十年来 弟弟妹妹难免有点可可捧捧 有点事情 有点这事情那事情 卡沙时候 楚头楼面 给弟弟妹妹平补这事情 雷师傅认为大哥这些年来 不仅没有起到带头作用 做的事也让他很伤心 在个最困难的时期 我经营车在个有一段时间 经营了最困难的时期 可以说家里连五百元都拿不出来 在困难的时期 我上去求助过他 我说你能不能借给我点钱啊 车就能正常营营了嘛 人家就能抵着头摇着头 对于这个说法 大哥雷新疆不能认同 哎呀我要来用我求你 我跟你说 我接到一万块 最后给要钱 五年以后给要钱 啥钱 借了一万块 那你买车借了钱吗 八斤一万块 在大哥雷新疆眼里 雷师傅就是一个不守信用的人 他认为雷师傅现在之所以这样做 就是想败坏他的名声 你现在就是 你那不是 就是现在要 即要回到我的名声 啊 就别人都说是 啊 那是个不消字 那是个不消字 不知道情况上肯定是 这是个哈锤子 说了一正 就是不是微观道人 现在把道人抓到他手里 还想要推出来 现在他一贯 因为他这年太这么贯了 对 这次租源太也贯了 这就说以后 就在房子上大激素 为了缓和他们兄弟俩的矛盾 调解元王顺虎 在新火社区的人民调节委员会 组织了一次联合调解 可刚一见面 兄弟俩就视如水火 好不容易把双方劝说到调解室 可两兄弟之间还没说几句话 又吵了起来 你说啥咱就给你走 嗯 国际老师住不着是医院 你现在可以 就咱教解室没有说这个话 国际住了这么多医院 三个儿子 谁颠覆钱 谁管 交易 交易钱 不要 这样那个屁花没有用 那对是谁要是 那谁 你要是要妈妈来来 咱就这个和谈就没有和谈 那对是 你在这儿降雨钱 在这儿降雨钱 在这儿降雨钱 那还要骂你 我给你骂 你随便骂 你随便骂 你刚刚说 刚刚给他说的意思 你还在这儿降雨钱 那跟你说 你还在这儿降雨钱 降什么以前 调解现场 火药味很浓 调解员王顺虎 耐心地做起了双方的工作 在大家的劝说下 好不容易 这兄弟俩才冷静下来 互相承认了错误 在这一块 那中安协议对待 你驱逐大阁和不大调子 这块错误 你得当面当着大阁 恶地点 恶地说 恶地说 好了 当恶地结束吧 这他错了 既然 咱说到这儿 不懂道理 那很懂道理 不是不是 那怎么解说了 好好好 解说 刚才你个 刀底签类也为了你 你也解说了 这个力啊 培情刀签 就是一句话 舍头对摩比尔舍息 对 人 干准这张床物字 河头就 对 就行了 而对于以后 老人的赡养问题 两兄弟表示 还是遵循之前的调剂协议 这个调子大不大 对不对 这就是爷子这个 协账死了 不 把爷子这个朋友赚到 以后给老杨那个钱 那就是大 你都得和不调死 对对 银行转账 全是不大调子 银行转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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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行平均 我跟你说 随时向街 随时向街 你说你个立白卖 像家四回 家四回 你相信 跟兄弟打电话 电话 还有一个 还有个是 人常是 弟兄姊姊 银行转账 账一顿肺 账一顿旧 吃的还一顿饭 这个不可能 不可能 不可能不要紧 不活就 可以 活肺活的 银行转 兄弟俩最后握手言和 虽然看起来 有点不走心 但我们希望 这是一次好的开始 事情最后 虽然圆满解决了 但是啊 我觉得老太太 躺在床上 心里一定是不好受的 就是的 特别是在赡养这个问题上 当然呢 不能全部都公平的摆平 因为各个家的这个 经济收入啊 收入干啥都不一样的 所以说呢 就是说呢 咱们是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实际上这个东西是 其实不是难解决的问题 所以说家里这事情就是 就是兄妹之间的话 比如说现在 比如说 你妹妹你上班你忙 对不对 那我们多照顾 像我哥这儿我退了休了 我没事我干啥呢 我就是来照顾我妈妈 对不对 就是你退了休了 你可以多付出一点 对不对 另外呢 你看这个照顾父母啊 现在有很多家庭 孩子不是一个 就是兄弟几个 就特别容易产生 这种赡养之间的这个纠纷 就像我说的 好的家庭 大家争着去照顾 但是呢 有些家庭呢 就这个孩子 就愿意 分清责任啊 我照顾的多 你照顾的少 或者是你照顾的多 我照顾的少 怎么样 就来回吵来吵去 这个其实对于 年龄大的一个父母来说 伤害特别大 这个事情吧 就是说 如果放在一个普通的家庭 可能每个人都有老去的这一天 当我们也面临这个问题 该怎么样 比较好的处置的时候 两个角度吧 首先当你作为父母 在年轻的时候 你养育和教育子女的时候 就应当有一个正确的观念 这样的家庭 在将来你老的时候 子女就比较少概率会发生 像本案中这样的情况 那反过来 这个第二个角度就是 当你作为一个这个老人的 时刻的时候 为了避免纠纷 你也可以提前先去把遗嘱写好 并且公正好 以家庭会议等等的形式 做一个公式 大家心里也都有个谱 可能有些事情形式起来 也会比较的比较合适一些 每家的情况不一样 每家的解决方式也都不一样 但是也是本着尽量尽量公平吧 这是给父母的一个建议 徐徐律师吧 反正就是从法律的角度 就是把这个遗产的问题 这么一说 我觉得说的特别好 而且就是作为老人似的 你像你现在都已经到了这个年纪了 你去世以后肯定牵扯到遗产的问题 那你在你为什么不在你活着的时候 你把这些事情都写清楚了 然后或者把兄弟 把子女都叫过来 该怎么着怎么着 大家有意见大家提嘛 大家商量嘛 对不对 我们家老人就是这样子的 去世前把这些事情都安排的好好的 兄妹之间最后就没有政治 大家都商量好的 有啥可说的嘛 不要因为老人去世了以后 为了这点财产折腾的乌烟瘴气的 全家人到的最后 兄妹情义都不在了 对不对 所以说老人在这方面 就要顾及到这一方面 老人再都是在清醒的时候 把这个事情处理好 是很应该的 这个也跟我们中国的一个习俗有关 就是我们中国家庭 可能在生前的时候 很难做到 把这个事摊到面上来 总感觉好像一说 这个家居要散 或者说你是咒我再早一点 没有这个感觉 其实这点上 国外比我们的思想要开放很多 这不是个什么事情 必然要到来的 我们就提前把它解决好 反而会减少了很多的就数 最后呢 我还想说一说子女 用调解员说的一句话 叫 赡养父母是孩子的天职 不能找任何的借口 另外我们得学一学动物 乌鸦知道反扑 杨高知到贵如 孝顺父母天经地义 本期节目非常感谢 海浦瑞城律师事务所 对我们提供的法律支持 您可以拨打 029-8525-8728 和我们取得联系 陕西频道帮忙有一套 再见